欢乐颂当中 许潇潇为了爱上那个医生 恨不得自己成为她的病人 谷发红糖 真情60秒 我们现在岁数都还小 所以很多事都不成熟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可能我们之间 不是特别纯粹的爱情 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在一起了 肯定也不能是纯粹的友情 我不管接下来你会怎么选择 但是我会很坚定 很坚定我的选择 我也以后也不再会出现 类似我用分手来威胁你这种事情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不成熟就一起变得成熟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看看两位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